審言 報委員會出席委員11人以足法律人數請主義宣布開會 好我們現在開始開會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事錄 決定 討論事項 並按審查委員賈乃欣等20人 委員鄭寶欽等16人 委員賴斯堡等20人 委員黃偉哲等19人 親民黨黨團委員陳怡傑等18人分別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條文修正草案 及委員張廖萬堅等18人擬據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第339條之4 條文草案 本次會議由委員柯委員建民等13人提出質詢 委員參議於吳智陽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 以報告結尋答完畢 令定期繼續討論 委員質詢時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 請相關機關警速送交個別委員基本委員會 提案二案均照案通過 宣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或是遺漏 如果沒有議事錄確定 我們接下來首先介紹列席的官員 以及在場的委員 法務部邱泰山部長 法務部檢查師師長林邦良林師長 法務部檢查師副師長余立正余副師長 法務部調查局洗錢防治處副處長 善培翔山副處長 法務部連政署副處長楊石金楊副處長 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代主任黃俊泰黃代主任 國家安全局第三處專門委員 許修齊 許專門委員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李春常 李副局長 外交部條約法律師專門委員 陳守漢 陳專門委員 國防部法律事務司上校 齊陳俊 齊上校 經濟部商業師專門委員 胡美貞胡專門委員 中央銀行金融業務檢查處處處長 胡雅生胡處長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副組長 黃錫和黃副組長 我們在場委員也來了許多位 包括我們科建民科總召 以及郵美女郵委員 我們周春米周委員 張宏陸中張委員 顧立雄顧委員 許藝人許委員 好 現在開始進行 今天主要是審查行政院 含請審議的 知恐防治法草案案 現在開始進行報告 請法務部部長報告 請法務部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 來審查知恐防治法草案 本人代表法務部 列席 來說明 並被質詢 僅就上開修正條文 查案及查案 報告如下 敬請各位委員參考 要制定 知恐防治法 最主要的一個原由 是因為 所以近年來 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建議國際恐怖主義 對各國的人權 已經造成了重大的威脅 也因此各國對於恐怖主義 所半生的恐怖活動 恐怖組織 還有恐怖的成員 對於他們支柱的行為 也都給予懲罰 並且對於受支柱 而為恐怖活動的組織成員 或者是武器擴散者 也及時的來凍結他的資產 以有效的防制 恐怖主義的散播 那我國因為現行的法制 基本上欠缺對於支柱 恐怖組織 跟他成員行為的刑罰規定 以及目標性的金融制裁規範 導致未能夠符合國際 防治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那這個是簡稱TATF 他們所發布的防治洗錢 以及打擊支柱恐怖主義 與武器擴散國際標準 那這項具體缺失 已經被國際亞太防治洗錢組織 那我們也是會員之一 那在民國96年的時候 對我國防治洗錢跟打擊支恐體系 所謂第二輪的相互評鑑裡面 以及歷年來的進展報告裡面的分析 都具體的指在說我國勸缺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機制 跟刑罰的規定 那在調查報告中指出呢 要求我國呢 能夠盡速立法改善 那為了使我國呢 打擊支恐的這個防治體系 更加的完備 並且因應我國即將接受APG 第三輪 也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這個亞太防治洗錢組織呢 它第三輪的這個相互評鑑的準備呢 並且回應國際社會 對於嚇住這個支恐行為的這個訴求呢 那我們掺濁了 那前述呢 這個國際組織呢 TATF的國際標準的建議 以及聯合國制止 向恐怖主義提供支助國際公約 等相關的這個國際規範呢 那還有這個聯合國安理會 有關這個防治支恐 以及武器擴散的這個決議呢 那我們擬拒了這個支恐防治法 這樣的一個草案 那有關於本草案呢 它幾項的這個重點 那說明如下 第一個 有關於本法的這個政策督導 與主管機關 那明定行政院為我國支恐政策的督導 與執行機關 那另外為了考量這個支恐防治 以及洗錢防治 均以金流作為它的規範重心 那為了以免呢 這個方面呢 因金流斷點 產生支恐跟洗錢的風險 所以呢 我們也參照了洗錢防治法 由法務部呢 來作為這個本法的這個主管機關 那第二點 有關於所謂目標性的金融制裁規範 那這個呢 第一個 那制裁的這個規範裡面 比較重要的是有關於制裁名單的提報跟審議 那實施這個目標性金融制裁的名單呢 它的提報機關也就是說要被制裁的人到底組織有哪些呢 第一個是有國內的提報機制 那國內的提報機制呢 那原則上是由本部呢 跟調查局來做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提報 那第二個 另外是一個國際的這樣一個提報機制 那也就是我們呢 依TATF的國際標準的第六項跟第七項的建議 各國呢遵循這個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防治的這樣一個規範跟安理會的這個決議 那所指定的這些名單對象 那這就是這個國際的這個提報機制 那接著呢 我們呢 要有這個根據呢 這個剛剛所提到的TATF的國際標準 我們的第七項跟第六項這樣的一個建議呢 他要求各國能夠凍結 那依這個聯合國的憲章 還有呢相關的這個決議呢 相關的決議呢 那以及呢 依有關防治跟阻決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擴散 決議案所指定的這些個人法人這個團體呢 資金呢 這個資產呢 那都應該要給予指定為這個所謂的制裁名單 那有關於目標性的這個金融措施的制裁呢 那原則上是規定在第七條跟第十二條 那根據上述所講的這樣的一個標準呢 各國呢 各國呢應該毫不延遲的凍結相關的資金跟其他資產 並且確保沒有任何資金或其他的資金呢 會被直接或者是間接的利用在經指定的這個特定對象 那為了達成這個凍結資產這樣的一個效果呢 即應該凍結其在金融機構相關的資產 並且為了徹底執行制裁呢 除了金融機構的這個內的資產外呢 任何人 異軍不得為足以變動 經指定制裁個人法人或團體其他財物 財產上的利益 他的數量品質價值或者是所在地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以及呢 為了避免任何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為經指定制裁的這個個人法人或團體所利用 所以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任何人均不得為其收集或提供財物或財產上的利益 那如果有違法呢 那我們就根據第十二條的規定來給予制裁 那當然因為這樣的一個凍結呢 跟這個這個管制呢 會造成這個個人呢 很大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這個不便 所以呢我們也訂定了人道的這個條款在第六條 那也就是指說被指定制裁的個人 不論是因前述這個國際的提報 或者是經我們政府所指定的 那均有個人生活跟撫養親屬的基本需求 以及管理的需求 那為了兼顧人權保障 以及確保被凍結的資產的這個保存呢 以及還有善意第三人權利的保障呢 所以呢我們訂定了這樣的一個人道的條款 也就是說考慮它最低限度的這個需求 那以保留 那第三個有關資恐罪行法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這個就是在第八條跟第九條 那所謂的這個資恐的這個罪行法呢 不外在第八條是指諸制恐怖活動 那有建議呢 現行的這個洗錢防治法 第十一條第三項的資助恐怖活動罪 並沒有明文的規定 間接提供或者是募集資金的這個類型 那但是呢依照這個TATF的國際標準 第五項第二款的建議呢 資助恐怖主義的犯罪呢 因擴及任何人 自願使用任何方法 他直接或間接的提供或募集資金 故意或者是明知 該資金呢 會被全部或者是部分 利用於這個稅行恐怖活動 以及因網路駭客行為 已成為新興的恐怖攻擊方手法 且其攻擊的目標呢 為公務機關所持有的這個電腦設備 或網路者對於公眾的影響 這個相當大 那所以呢 納入這個刑法第361條這樣的一個罪 那第二個 資助恐怖主義恐怖分子 跟組織的這個類型 那根據上述國際標準的第五項建議 各國呢 應該以反資恐公約為基礎 那將資恐犯罪予以罪行化 那其罪行化的範圍呢 應該是資助恐怖活動 資助恐怖組織 以及資助恐怖分子三者 也就是說活動組織跟人員 那現行洗錢防治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需與資助特定的恐怖活動為要件 屬於資助恐怖活動罪 但是呢 在剛剛提到的APG 也就是亞太防治洗錢組織呢 在2011年分析報告中指出 上開規定的這個處罰呢 是與特定恐怖活動相連且 並未包含單純的資助恐怖組織 與恐怖分子的犯罪類型 那為了要完備我國這個資恐防治體系呢 並且呼應相關國際組織的要求呢 那我們就參考加拿大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 在第一項規定資助恐怖組織 及其成員罪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外國戰士條款 那因為呢恐怖活動呢 得以在世界各地呢 發布恐怖活動 獲得訓練而付其居住國 或國籍以外國家的個人 可以贊助訓練目的 相關的移動旅行等費用 也就是說資助這些人員 去從事這樣的一個恐怖的訓練的話呢 那這樣的一個個人的費用呢 資助的這樣的一個費用呢 也應該要刻以行責 所以我們也在第九條第二項做了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另外第十條呢 也針對資助恐 資恐犯罪呢 為洗錢犯罪的前置犯罪行為 那根據TATF的這個國際標準 第五項的建議要求呢 資助恐怖主義犯罪呢 應該列為洗錢罪的前置犯罪 那所以呢 我們呢 這樣才可以對於資恐犯罪的洗錢行為呢 進行洗錢罪的這樣的一個追訴 那除了上列各點以外 本法第十一條 也另外明定了對法人的處罰 那當然 避免以法人形態 這個 來規避 資恐罪 所以呢 做了這樣的一個規定 規範 那另外也明定 自首自白 那減刑這樣的一個刑責的規定 那以鼓勵呢 追查資恐這個 這個罪行 之外 還強化了資恐 罪的這個適用 那以及我國對於 嚇阻資恐行為的重視 那於同條第三項呢 也第十一條的第三項 也明定的所謂 域外效力這樣的一個條綱 那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參考 謝謝 已經報告完畢 現在要開始進行巡答 不過在巡答之前 我當時 我剛剛很認真的聽了 我們部長的報告 等一下巡答的過程當中 希望有機會 我們還可以再聽到 關於說這個 今天我們排這樣的議程 反之恐 這個防治法 到底如果我們不作為 到底有沒有什麼後果 那有它的急迫性 我想當時這個法務部 來提案說明的時候 有提到這一部分 但是我們剛剛聽到報告 可能這一部分 比較沒有著墨 等一下希望有機會 我們可以聽到 更多這方面的說明 好 現在開始巡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12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8分鐘 均不再延長 上午10點30分截止發言登記 現在請登記第一位 林德福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邱部長 請 請邱部長 請邱部長備詢 林委員好 邱部長 因為 這個 今年行政院 今年年初 行政院通過 就是 這個 知恐法 的 這個 等於是 知恐防治 的一個 草案 那 這個 當然我國跟上全世界 這個 惶恐的腳步 那未來 如果發生民眾 知恐 將可處 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並 一顆 滑金 最高可以滑到1000萬 那 請問 你認為台灣民眾 可能是基於 哪種 心態 或者是 立場 去 資助這些 恐怖行動 您看呢 呃 第一個 確實 這個 國際的這個恐怖主義呢 它確實是 已經 逐漸的 在各地這樣的一個 蔓延了 那雖然我們台灣呢 雖然 比較不是在所謂這樣的一個 核心 但是因為 相關的人員呢 可能基於 貿易上也好啦 或者說基於其他 個人的 這樣的一個 網絡關係也好呢 都有可能來出現 這樣的一個情勢 那特別是 這個 這個 前一陣子呢 那當然有一些 這個 國際恐怖的組織呢 也 曾經呢 在所謂的網路上 或者是說 在某些的這個 這個畫面上的出現 跟台灣 有相關聯 這樣的一個訊息 那所以呢 我們政府呢 為了要 這個位與籌謀呢 所以呢就 來 積極的要來制定這樣的一個法律 那個 跟國際來相互結合 邱部長 邱部長 因為民眾對恐怖行動 要是知情的話 是不是代表未來 在台灣 在台灣 也有發生在島內 恐怖行動的可能 您您看 呃 目前來講 當然是 還沒有這個發生 恐怖的行動 在我們這邊啦 但是呢 規範的處罰 但是呢 不符合 國際上呢 對於 未指定的這種 或是說 未以籌謀的這個部分呢 來做這樣的規範 這是我們不足的地方 那個 在我們這些 這個本法的規範範 內 但是如果他將詐騙的所得呢 來做本法這樣的一個支柱 或者是收集提供 那他就會有本法的適用 那個 邱部長 因為這些海外犯罪的這些 國人萬一和國際這些恐怖組織 連成一氣 對 那你認為 這個 適合 接返台灣受審嗎 因您看 對 所以我們在這個 本法裡面的這個 第 這個 十一條呢 他 他就有 第十一條的第三項 他就寫 第八條跟第九條的罪 在中華民國人民 縱使在 這個 中華民國領域外犯罪者 亦適用之 所以也就是說 國人 縱使在國外 從事這個 第八條跟第九條 這樣的一個犯罪行為的話 那我們還是有這個 所謂 這個本法的適用 所以應該是 要引渡回來 因為今天 這個審查的這個 知恐防制法草案 主要 當然是針對 國內民眾 這個 這個 知恐的這些規範 那請問 如果國內沒有發生 恐怖行動 或 取得國外恐怖行動 資訊 那民眾有什麼管道 可以 可以知恐 哦 基本上我們 就在這個 第四條跟第五條 我們會對 針對 所謂的這個名單 要制裁的名單 給予公告 我們會給予公告 在第四條跟第五條 那裡面就有公告 那所以呢 基本上呢 這個公告不外 就是讓 這個國內 國人能夠了解 了解 被制裁的名單 有哪些 那這個公告的名 要制裁的名單 原則上除了我們 本部呢 依職權 或者是調查局呢 他會提報 那會 我們來做這樣的一個 審議會的審查 那 決定之後 來購公告 那另外一個是 國際上所提供的 也就是如果在聯合國安理會 他們所做的決議 或者是其他的 所指定的呢 那國際組織所指定的 那我們也 會把它公告 列為這樣的一個 制裁名單 那個 邱部長 因為民眾如果 民眾 要是可以知恐 那是不是代表 整個國內 尤其是 惶恐的網路 已經被突破 因您有沒有 這樣的一個看法 這個確實是 值得 值得我們 要去 顧慮的地方 那要去 要是真的被突破 沒有實戰經驗的政府 真的有 能力可以去防治嗎 您看 事實上我們行政院 本來就有一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這個 國土安全跟這個 防制 反恐的這樣的一個 任務型這樣的一個組織 所以我想 這個會在行政院 他們所 統合的各部會 這樣的能量下 去做這個 反恐這樣的一個 預防跟打擊 那個部長 因為 知恐 黃志華 只能做到 阻斷 資金的助長 恐怖主義 和行為 那對於 缺乏國際 恐怖行動 第一手 客觀資訊的台灣 請問你認為 是 這個 光是 立法 來防治 這個 沒有建構和世界各國連線的這些 防恐的這個網路 那你認為 能夠 能夠有實 實質的 功效嗎 確實 委員 質詢的很對 那確實 但是如果 因為基本上 各國呢 或國際組織呢 他們基本上都有制定 這樣的一個 跟本法相關這樣的一個規範 那如果我們沒有制定的時候呢 恐怕各國會對於我們 是不是有共同要來這個 反恐這樣的一個決心 跟誠意呢 就會產生了這樣的一個質疑 那如果我們沒有被外國做這樣的一個質疑的時候呢 那可能在資訊的交換上面 就會受到一些影響 對啊 所以我們要趕快來制定這個法 讓各國知道我們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決心 邱部長 因為條文的第十一條第一項 是為了避免自然人 藉由法人型態 來規避之恐 但是 從公司法規範來看 萬一 用人頭公司之恐 你認為有辦法 第一時間找到真正的犯罪者嗎 這個確實 所以我們這個希望相關的部會 也能夠來後續的這些 細節的 這個適應細節也好 或相關的機制呢 那各部會 因為這個 這個 正如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不只是金融機構 包括公司 也都是 那我們會跟經濟部 人頭公司現在太多了啦 對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 這個要是 這個背後真正要查到 他這個 主謀 的犯罪者 我認為這個是真的是 我們在跟相關的部會來做 對不對 這個值得探討啦 那個部長 因為按照 草案第二條來看 我們相關的這樣的一個部會 所以過去呢 就是由行政院 他來做這樣的一個統合跟督導 那你認為行政院是應該 由哪個單位來負責督導 行政院目前他們原來有一個任務的編組的這個辦公室啦 那現在這個原則上是由他們這個來做這樣的一個督導 那你認為督導的方式是實質的合適還是形勢的被查 我 這個最近 剛剛上次我不太清楚 但是就我在這個高雄市當副市長的時候 我們2009年為了要辦這個高雄試運會的時候呢 那當時呢 就有這個 做過這個反恐的這樣的一個演練 那當時就是由行政院的這個反恐這個辦公室呢 他們 召集了各部會的相關的人 有實質上的一個督導就對了 至少過去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實質上的 好 那個部長 行政院 國土安全辦公室 所負責的工作就是反恐業務 那從政策計畫 反恐演練 資訊的收言 包括疫情通報 乃至於說 應變啟動 這個 協調聯繫 甚至於國際合作交流 無所不包啦 對 那請問 近年來國際恐怖活動 平緩 那你認為 反恐工作 重不重要 確實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 以我們這麼 這麼小的國家呢 這麼複雜的這樣的一個 經濟跟這個 這個國內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是 經不起這樣的一次的這樣的一個發生 所以呢 我想 政府上下都 相當 柯部長你說很重要 那如果重要 你認為現階段 國內的這個 防恐機制 是不是 夠完善 呃 就是因為不夠完善 那參著各國的經驗 所以我們講 積極的趕快來訂定 這個本法 讓它能夠更加的完善 那你認為 有沒有其實應變的這些能力 呃 我想 不斷的在完善中 啦 就成功我剛剛所提到的 過去就有成立這樣的 現在是國頂安全辦公室 所以呢 我們都不斷的希望把它再提升 那最重要 是要跟國際結合 因為 事實上成功剛剛我跟委員報告過了 大概現在 國際的恐怖主義跟恐怖的活動呢 大部分都在國外 在國內我們現在還少 但是呢 我們也希望從他們那邊 呃 跟國際的合作呢 獲得更多的資訊 能夠及早的 來知道 哪些是國際恐怖組織 或恐怖分子 那 這樣一個資訊的交換 就可以讓我們 呃提早 來做這樣的因應跟準備 邱部長 據本席所知齁 對岸 對台灣 情報系統 也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嗯 那兩岸目前對 所以換人 呃接緩的這個溝通機制 似乎有點阻塞 那請問惶恐事物 如果涉及兩岸 那目前採取 何種方式來聯繫 應您看 喔 那兩岸因為有定定這個 共同打擊犯罪 跟司法付諸的協議啦 那 有關於這些事項呢 都可以在這裡面 呃 有一個基本上的聯絡 聯繫的機制 有一個聯繫的機制 那我們會針對個案 來做這樣的一個審查 那個 邱部長 你認為國土安全辦公室 有充分足夠的 這個 防恐專業嗎 嗯 我 我對他們是 基本上是有信心的啦 這樣喔 能夠負責 防恐這些業務 沒有問題嗎 對 我想 當然可以再更加的完善 但是 以目前來看 呃 我們大概都處理的還算不錯 這樣齁 好 謝謝 好 謝謝 接著我們請柯建民委員發言 請柯建民委員發言 好 柯建民委員 你好 部長已經當了兩個禮拜了 辛苦喔 好 其實喔 我 非常瞭解你在未來對於當侯部長 對於有很大的信心與期待 但最近對於這些對你的攻擊 我覺得不大公平 因為你才剛上台嘛 好 那但是這些問題 也很重要 司法改革 是 尤其有關於檢能關 檢能關 洩密的問題 是 你口音節目 你會看 晚上有在看嗎 比較熱鬆 你晚上有沒有在看真正節目 呃 不瞞您說啦 在這兩個禮拜都沒有時間 因為公文 批公文都 要批到很晚 沒有看 也許比較好一點 對 那些批評我看一看 不怎麼公平 因為你才剛上台嘛 但是這是 反映一個現象 就司法改革裡面檢能關的中立 以及檢能關的爛潛 尤其檢能關 尤其檢能關洩密的問題 是 你知道應該有在講什麼嗎 應該是在講那些 大家發現是北檢能洩密 尤其檢能關的案子 引發出來 再查 蔡總統 那整個都 繼續 迷的這樣 這樣子看透出來 這一定有人先密 嗯 我希望說 你趕快把這個 檢能關的形象如何重塑 這個是最重要 是 上個禮拜我們已經 發行給這個高檢署的檢查 高檢署呢 希望他們能夠進行調查 那我所了解他們應該也在進行中 不是調查 一定要徹查 好不好 那北檢他們也自己自行分案 好 我告訴你 應該好好提醒一下 尤其這個檢查官本身的知法犯法 這個 這個 這個不好整理 因為他還延續了過去就習性 不過包括 他們做什麼事情都沒有問題 包括特徵主委也是一樣 是是 不過他這個案子應該起訴了 那到底是不是相關的見證都已經 我們移送到一省 這個 我們就是在把所有的流程 這個一定要 做檢視 解釋過實 到底誰 是誰洩密 這個問題很重要 那我們回到本法 我們 支捕防治法 支捕防治法 在 今年 今年二一號送進來 對 現在已經六月了 是 這個法 指定的問題非常重要 那 事實上委員會到現在審查 事實上已經到了 已經到非常緊迫時刻 發言及到說 這個 這個法絕對有他的時效性 為什麼他這樣講 謝謝 我想 趙委很清楚 他剛才點出一些問題 也是很實際的問題 因為整個 恐怖組織 這個真是人神共憤 全球大家都在防止 讓台灣在整個 國際社會的一環 一定要加入 這整個 組織來講 有 UEN 你會 再來就FATF 這國際的 防治洗錢的組織 然後 APG 亞太 是這樣一個組織 我們從來都沒有加入 沒有把這個法弄好 這重點是 在這裡 因為 過去 剛才事實上 你又稍微報告 有點到了 2017年 二輪相互評鑑會議裡面 我們被拿出來檢討 對 要不要 2015年 一樣的 自拱事實倡議 調查報告 我們又被拿出來檢討 所以剛才事實上在你那回答 你在報告的時候很急 但是 你在回答領導委員的時候有點疑病 這不是未以從謀 你說未以從 這不是未以從謀 已經火燒屁股了 我們今年7月22日 7月22日 FBG要再開會 對 要再孟加拉 對 我們要去報告 對 那我們要去報告的時候 我們這個法又沒有立完的時候 會受到國際的制裁 這事已經非常危急了 所以剛才趙偉有談到這個問題 是 那國際的經濟制裁 因為7月22日在沒搞 我們要7月5日修會 對喔 所以7月22日 我們修會以前沒有把這個法 修法 完成的話 APG自衛 包括FATF 他們對我們 來進行經濟制裁 這個經濟制裁 不知道它經濟制裁的內容範圍多大 對我們影響度多大 不論你應該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是 了解 我想了解 比較少這個法 如果不記得 我們7月22日去開會 那整個在APG上開會的時候 我們去做報告 又沒有過 它揚揚要對我們做經濟制裁 這個是比那個 USTR在處理還要嚴格 有可能會有發生什麼後遺症 確實喔 今天要很清楚了解這一點 確實 那個主席跟柯委員 確實 也相當清楚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共識呢 積極的來跟國際組織這樣的合作 那如果我們沒有跟國際組織來做這樣的合作呢 那我們可能會被列為 並沒有這個所謂 積極想要來做反恐這樣的一個行為 那剛剛這個柯委員提到這些經濟制裁 我們大概想像得到的 他過去可能做的經濟制裁 譬如說我們的金融業 如果要到國外去設分行 那他們可能會擔心說 那你們沒有這樣的一個 金融性的這樣的一個管制機構機制的話 那你來設分行 可能他們就會迟疑 各國可能在審理的時候就會 接受到這個所謂的這個APG 或者說DFD 他可能會認為說 那我們設金融機構分行 在國外各國 那第二個我們可能有一些貿易 那也可能會認為說 那貿易制裁那不得了 金融制裁 可能有一些要做的貿易 他會認為說你這個有疑慮 那可能就會又產生了這個第二個 這樣的一個經濟上的一個不利 所以確實這個延伸下來的問題呢 值得我們經濟的來處理 我剛進來立法院的時候 我們曾經修個法 修很多法 就是美國301要計3-1條版 對於自裁的人的末世 所以那時候所有關於專利法 包括基於電路保護法 IAC的保護法 包括營業秘密法 那時候立法院出了很大壓力 美國已經要斷然技術301了 所以那時候立法院趕快修法 但是那時候是採用低度立法 也就是說包括營業秘密法 到現在還是要修就是 當初為了應付這個東西 這些301制裁 趕快趕快通過 那時候為了修這個基於電路 IC layout這個保護法 佈局保護法 整個立法院大家不知道 IC長得怎麼樣 什麼叫立電路佈局 還到 我那時候還建議到 我們到聯華電子去參觀 什麼叫chip 什麼叫整個佈局是怎麼樣 它是容許可還原的 所以要用這個很嚴肅的態度來看待 這個法 我們今天7月2日去 這個法不算 可能制裁會到什麼 這個 這不可開玩笑 我今天在這個地方 我讓各位委員 我們大家一起遙游 因為這個法 市場殖民的21號送進來 都沒有審 可能也沒有發現過 到新的成立以後 部長比較積極 趕快 拜託趙偉趕快排 謝謝 謝謝趙偉 趙偉非常清楚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把這個 這個原則要先訂定 可能這個沒有辦法 調不多 13條 是 那當然是符合國際規範 但對調內容上我有一些看法 當然這個不是 應該是基於可討論的 尤其這個第三條 比較重要 是你當召集人 來主持審議會 參加的人都是各部會首長 有國安局 認證部 外交部 國防部 經理部 一樣好 經理會 對不對 但法律條文 正面列舉的時候 都有一個概化性條款 剛才有人談到行政底下 有國土安全辦公室 現在底下 國土安全辦公室 我一看這個法 為什麼沒有把國土安全辦公室放進來 所以 我們在立法的時候 我不知道這個 正面列舉 都有一個其他條款 而且我們要考慮 那財政部為什麼不要呢 有些財政不費 這樣有金額費 那海星署呢 那國土安全辦公室呢 那為什麼 那你這樣的話 你列舉得這麼清楚 那其他要加入 都不到可能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 在寫法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寫清楚 應該立法律都會這樣 是不是加一個 第二項 你總共就有七款 加一個其他經行政院指定的機關 對 這樣才能夠 委員這樣的考量 確實是相當周延 安全辦公室來 海星署來 財政部來 你才有可能 是是是 因為這個是你主持 對 是不是這個 我認為這個是不是 好 這個委員的意見非常好 要第八款 這個更加的周延 好 這個是第一個修稿 但是 第三條開通民意 行政院為 已經督導我國指控防治政策去執行 那你打開行政院出戶規程 嗯 這個出戶規程裡面 有關於 防控越護的內容 那防控 其實出戶規程裡面 有防控越護的內容 它內容 寫得比較長一點 高的比較大一點 你這裡只有寫這個 督導 這個政策去執行嘛 那行政院的那個出戶規程裡面 防控越護內容 裡面寫得比較 周延一點 它寫的是說 有關於這個 政策原議 也放進去 然後 法案審查以及 計畫合議 及業務督導 當然這個 把這個寫得多遠一點 對 這個寫得很簡單 那同樣一個 政府的機關 你整個行政處 規程對於防控越護的 範圍是這樣 那這個 這個正當防控裡面 一個 支控防治法 是這裡面重要一環 是不是 等一下大家是不是有可以考慮 照那個寫法 另外這個 有關第五條 第五條 你說明欄有談到 有關於 要被盯傷的人 要被列明提報等等 但是這個 有關於這個 書院法以及行政程序法 他都可以 來進行這個 其實救濟程序 這個救濟程序 你在第五條 說明欄裡面寫 我 我建議 你就把它搬到第六條 再加一項 把這救濟程序也 也把它放到法裡面 好 這個 這個 救濟程序也把它 放到法裡面 你現在說明欄 我想這樣也可以讓這個 讓國外知道我們這個 這個系統 我們的立法是很清楚 我想這個都可以討論 好 這是一點 最後一點 我個人認為 洗錢防治法裡面 有揭示的 有國際合作 國際協定 平主付費 我們總共13條 對 我們再把這個 第12條的時候 加上這個 國際合作 國際協定 這個付費原則 這個比到 洗錢防治法的協法 好 這個是很好 那國際合作 只是說體力上怎麼處理 對 沒有問題 在我們立法體力上面 把這個 這個法算是我們今天 我認為 一般 所有委員 大概不會有意見 這太重要了 對 而且這個好 今天沒有通過七個日子開 到時候 到時候 我們怎麼自處 這個 國際的制裁 經濟制裁 我們現在國際 假如這個 因為長期以來被盯上 我們都沒有把這個法律好 從2007年 第二輪會議的時候 APG一直要告訴我們 所以 本期認為就是說 是不是今天我們大家 一個小地方 能夠把它用座遠一點 大家把它修完備一點 尤其加到其他機關也可以進來 謝謝 我剛才所談的 這很不影響整個立法 對對對 而且更加主義 今天我們能夠 大家能夠 能夠談好的話 我們 現在在總之行 不可以做什麼 七個錯誤會刷 如果七個錯誤會刷 不知道 我們都沒有前面 亂一天去 再次亂一天去 後面又做什麼外交 不知道 那這個 沒有啦 沒有外交 大學投降了 謝謝 我們這個跟政治沒有關係 這個純粹是國際命傷 立法實驗 還有國民事業遺孫的通過 還有很多中央法案的通過 我們趕在7月15號以前 來立法完成 好不好 謝謝 謝謝科委員的擔心 好 謝謝科委員 接下來請徐國勇委員發言 請邱部長 請邱部長備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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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今天仍然要救 北檢涉及泄密的事情 我希望部長 是 要繼續的追下去 有 那天我在這裡提到了 新新聞提了那個 有關泄密的事 現在北檢意圖把這件事情 推給 包括林錫山等等這些辯護律師 所以這件事情裡面現在是把 可能涉及泄密的這些事情 包括行政責任 由北檢自己來調查 自己求員兼裁判 報告委員 沒有 是北檢他們自己自行分擔 但是法務部是交給高檢署 所以我要講 要跟他講啊 對 北檢自己在辦這個 有沒有求員兼裁判的問題 第一個 我先就大方向整體來講 極端不滿 因為我就是在質疑他的檢察長 檢察長還自己調查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大家都是律師 大家都辦過很多案子 我也當了三十幾年 我跟你同年考上的 不要忘記 我搞了這麼久 我今天提出幾點 在卷宗裡面根本都看不到的 這只有檢察官洩漏的出去 我為什麼敢這樣講 我第一點 打電話給朱才慶的時間 我就不相信我看過那幾 辦過這麼多的案子 看過那麼多的卷宗 什麼時候哪個卷宗 陳辦檢察官打電話給一個證人的時間 會記錄在整個卷宗上面 沒有的 所以打電話給朱才慶的時間 是在將近兩點半 連這個都在週刊出來了 這只有陳辦人知道 這第一點 只有陳辦人知道的事情 在卷宗裡面不可能出現了 為什麼在週刊裡面會出現呢 顯然有問題嘛 第二點 週刊裡面提到一句話說 眼尖的檢調 在林錫山的抽屜 收到了一個紙條 我就不相信那個卷宗裡面知道 會 卷宗一定會提到紙條 這沒有錯 那個紙條在哪裡收到 哪一個地點怎麼樣 會具細迷到這個程度嗎 我以前辦過那麼多大案子 包括二級洋戰 一大堆的貪污案 周仁森的案件 包括實信 那民國七十四年 我都辦了實信的案件 蔡承舟的案件我都辦過 我就沒有看過 搜索到 在筆錄裡面記錄到這麼細緻的 所以顯然的這個是什麼 承辦人員洩漏出來的 這個絕對不是在筆錄裡面看得到的 第三點 捐證數十鐘 那麼多 講個實在話 連律師到現在月完券都還沒看完 我就不相信那個律師都看完了 現在知道 陳亮營三次公訴的人 只有誰 只有承辦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還有檢察長 第四點 周刊裡面他寫了一句話 他說能夠知道檢方認為先師與案情關聯不大 所以沒再細問 這個是檢察官在辦案裡面 他他腦子裡在想的事情 所以他沒再細問是結果 所以如果在卷宗裡面頂多呈現說 哇有關先師的這一部分 後面沒有繼續辦下去的結果而已 至於他為什麼沒有辦下去的那一整個過程跟動機 只有在檢察官的腦子裡 還有檢察長的腦子裡才會出現 可是在檢察官腦子裡出現 不可能在卷宗裡面出現的 這一個他思考的過程 竟然 在周刊裡面寫得一清二楚 我在念裡面給你聽 先師與案情關聯不大 所以沒再細問 不想再細問 這誰的想法 檢察官的想法 竟然會寫在這裡面 卷宗會寫到說 因為我認為他沒有關聯 所以我不再細問 然後寫在卷宗裡面 哪一個檢察官辦案辦這種樣子的 你也當過檢察官 下面好幾個檢察官 你們辦案會把你們的想法 統統寫在你的卷宗裡面嗎 可是這個想法出現在周刊裡面 這不是謝秘車是什麼 還想把這個責任推給律師 惡虐 製造律師 跟司法人員的對立 再來 卷內寫了一個什麼 他說 有一個行李袋是運動型的行李袋 連那個行李袋是什麼樣子 我就不相信那個卷宗裡面 會寫說 我們在行李袋裡面 收到什麼東西的話 會把那個行李袋寫說 我運動型行李袋 沒有寫什麼行的行李袋 為什麼周刊寫得出來 跟現場一模一樣的 運動型的行李袋 卷宗裡面有附照片嗎 在行李袋裡面搜索東西 還會照個像 附在卷宗裡面通通附過去嗎 這我也不太相信 單單我從 周刊看的這一點 也可以證明是檢察官洩密 不然就書記官 再講一點 還有一句話更好玩 周刊寫了 他說 拒透路 林錫山習慣用千元大鈔 拒透路 下面那麼多檢察官講給我聽 你們哪一個人在辦案裡面 筆錄會寫說 拒透路被告習慣用什麼 有人辦案這樣寫過的嗎 你也當過檢察官 你在辦案你的思考過前面會寫說 拒透路某某人喜歡上酒店 會這樣寫嗎 會有拒透路嗎 這是什麼 辦案人員的思考 辦案人員在討論說 這個案子要怎麼辦 這個人習慣用什麼 辦案人員在討論思考的過程裡面 在週刊裡面出現 再講一點 到底問了證人諸財經問了多久 問多久 我們一般筆錄裡面 很少把證人倒給問了多久寫在裡面 連問多久 週刊裡面寫的一清二楚 這部長有這種的筆錄會流出來 有這種的討論過程也流出來 最後一點 你也是老經驗我也是老經驗 我們在隔離訓問的時候會怎麼隔離 兩個人要隔離訓問 一般都怎麼隔離 人別訓問 兩個人問完了 A你叫什麼名字 B你叫什麼名字 然後問完了以後說 B請到外面去等 然後A開始問 問完請B進來 A出去都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我講的是不是合乎你們的辦案經驗定程 是 是齁 我就告訴你 筆錄裡面不是這樣子的 筆錄裡面是把A叫進來問 問完了以後出去再叫B進來問 請問這個叫隔離訓問嗎 這跟我們一般的隔離訓問不太一樣吧 完全不一樣對不對 兩個證人叫來了 在庭外等 我叫A進來問 問完A出去再叫B進來問 請問這個叫隔離訓問嗎 一般隔離訓問不會這樣想吧 我就告訴你 兩個人進來問以後 是先後問的根本就沒有隔離 從卷宗裡面看不出來是隔離訓問 可是 竟然筆錄裡面寫 欸不是筆錄 週刊的報導會寫什麼 寫隔離訓問 而這個隔離訓問出現在哪裡 你如果經驗回去找一下 我可以百分之百確定 這就是這些人的 泄密 可是還意圖 那一天我質詢完了以後禮拜四 我質詢完禮拜五 趁著假日 禮拜沒有開會 然後呢馬上 地檢署檢察長發個新聞稿 說接觸到卷宗的很多 這一個沒有運出來 但是在電子的檔裡面有 所以呢有可能律師看到 誰看到一大堆人看到 最後呢新聞稿查的對象是查律師 我現在列出這幾點都不是律師可以知道的 只有檢察官知道的 還要把這個責任推給律師 這一種地檢署 這一種檢察長 這一種辦案的態度 76%不相信檢察官 人民76%不相信檢察官 連我讀法律 當了三十幾年律師我都不相信檢察官 這一種寫法 這一種周刊這麼的對照 所以我今天再次強調 放話兼卷宗給他抄 就是檢察官在這次裡面 媒體應該的 媒體本來做事要 要去偵探各種事實 可是公家機關是不應該泄滅 我今天我把我寫出來的 這一些重點 我現在交給你 我希望 我希望 請高檢署移轉 不要給北檢辦 自己辦自己求援兼裁判 我已經看出了結果是什麼 結果最後是不了了之 不然就是推給律師 至於哪個律師不知道 反正律師那麼多 這個案子的律師好幾個 我已經看出結果了 這就是我們的司法嗎 人民不會信任的 我把這一張交給你 曹青青拜託 謝謝 接下來 接下來 我們請張宏璐委員發言 張宏璐委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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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宏環委員發言 張宏璐委員發言 他絕不是香草 已這個去打西 會考不上 走 方向為快 沒��� stunning 記憑 我記得是在1990 這個等一下時間他是要還我啊 早那麼久 你今天要來這邊按照這個法案 連這個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 那這樣子我覺得 對這個法令你是不是抱持著 不是你業務的態度 這跟你業務有沒有相關 有啊 連最基本資料你都不知道 那你今天來這邊給我們所有的委員備詢 你是什麼心態 報告委員是在1996年 草案 什麼東西 草案是在1999年 我說通過 1999年通過 1999年通過 那在1996年有提出那個草案 我剛剛問你是幾年通過 1999年我剛剛都已經跟你講了嘛 你還可以早那麼久再來回答我 對不對 那生肖咧 生肖啊 我直接跟你講好不好 2004年4月生肖 那我再問你 目前有多少個國家批准 我直接告訴你啊 187個國家 187個國家 而且都是在2002年到2005年 我 我 我對喔 這樣子我真的覺得 那個 代主任 黃代主任 是 這是不是跟你業務相關 是 有相關 對啊 那你今天來這邊 參加我們備詢 連基本資料都不知道的情況之下 我不知道你來幹什麼 你是來呼嚨立委 還是來呼嚨整個立法院 還是你對你這個業務 你根本就不想去做這個業務 好 包括立委 我在這個案子裡面 在自恐慌治法裡面 是依據這個 我們法務部這邊提出來的需求 那 這我知道 我問你跟你業務有沒有相關嘛 是有相關 所以 有沒有很 應該講 也應該是你們的業務 重要業務之一 是我們的重要業務之一 對嘛 好這樣就好 你不要再回答 好 而且我們今天啊 為了急著通過這個啦 是因為亞太防治洗錢組織 在2007年 這剛剛柯總在我講過了 為了這一個 我就不再多說了 好 但 過了這麼久了 我們今天提出 是有點慢 不過這個 邱部長這個 這個 不能歸咎於你啦 這個我們不那個 那 我要特別提出的就是說 經過了這麼久 那如果我們今天這樣子 齁 為了通過這個法案 而通過 我們這個所有的法案的內容 其實 跟防治洗錢 是不是有絕大的關係 幾乎 用 我直接問好了啦 齁 部長 如果這個用防治洗錢 法裡面啊 我們設 另外再 裡面再 增 增定條文 是不是也可以達成這個目標 好 報委員 剛剛大概有跟委員報告了 齁 因為我們的洗錢防治法呢 那基本上它只針對 特定的這個恐怖活動 那沒有對組織 或者說人員 齁 來做這樣的一個防範 那第二個就是說 沒有對於資助者 也來做這樣的一個規範 所以呢 確實它有它不足的地方 洗錢防治法是有規定 規定的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是要 跟各國一樣 完善的來把它 部長我知道 這個網絡 我要特別講的就是說呢 齁 我們如果能夠 用洗錢防治法裡面 再去規範的話 可不可以補足這一個點 這一個缺口 從我們來修洗錢防治法 因為大概目前 大概我們看 我們亞洲相關的幾個國家呢 不論是這個南韓 日本 那日本是在103年12月的時候 通過這個專法 那在去年 104年的10月5號生效 那參佐我們亞洲其他國家呢 基本上它都是定定這個專法 那也表示說我們特別重視這一塊 我知道 所以部長 我就在這邊 我要講 有關我手頭上的資料 因為我們在2007年的第二輪評鑑 他第六章明確指出 台灣沒有批准1999年的 我剛剛提的那個公約 也沒有有效執行聯合國安理會 第1267號決議 及1373號決議 包括相關條文 就我手上的資料 他並沒有要求我們要制定專法 他只希望我們對這個有所規範 我特別要強調這一點 是 我了解 另外 如果照這樣的話 我們立法院是不是也來通過啊 批准這一條1999年通過的這個公約啊 這不是更提升更加強國際對我們 台灣對反恐的這一個目標跟方向 當然 這個委員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不過 從我們過去立法院的經驗 他是譬如說對兩公約 他是訂定一個兩公約的私心法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我們的批准可能 部長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我們立法院也通過了啊 聯合國的身心障礙者權力公約啊 兒童權力公約啊 什麼反貪腐公約 我們也都有通過 我要講的重點是 其實我們是為了怕有制裁 怕有什麼 然後亞太這個防治洗人 我們會怕受到國際的制裁 包括剛剛講的貿易制裁 可是台灣長久以來到現在 我們雖然沒有齁 不參與國際的事務 不過到目前為止 國際的所有恐怖活動什麼的 其實並沒有直接針對台灣 除了上次60個國家之一 有台灣的國企 那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法案通過了 我們等於向全世界的所有的 這些組織 我們跟他宣戰 那以台灣目前的所有的條件 我認為沒有辦法做到這些 真正有效保護人民 不然我現在再問 我再問那個黃主任 台灣到現在目前啊 有沒有發現知恐 知恐啊 對 台灣目前有沒有發現過 這部分是有些那個洗錢 依據洗錢防治法裡面是有些案例 但是知恐的部分 可能還要再做一些插證 蛤 在洗錢防治裡面 因為我們在 好 等於說沒有 或是你不知道嘛 那我再問問您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目前所列制裁的個人或團體 有多少人 很多人 都會有多少個 全民族 滿四個 未來的 那我覺得我也不用再問 我如果問你說這些個人或團體 在台灣有沒有任何形式的制裁 你一定不知道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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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再問你 實務上有沒有依其他法令制裁過個人法人或團體 在台灣 如果有依什麼法令 主任 我請問你啊 是 目前如果說有相關的一些法案 是會牽涉到有關反恐 有關反恐部分和洗錢的部分 那比如說我們有一些 反恐犯罪行為裡面 有基本上在刑法處罰和行政管管制的法律 好啦 主任 都有部分的那個牽涉到 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了 真的啦 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了 那我還要再請問一下 那個部長這個可能就要請問您 我們這個設置的知恐防治審議會 是由您跟七個副機關首長主角 剛剛有委員有提出這個漏洞 確實 也都知道了嘛 不過 我還是會覺得說 這樣的審議會 我認為應該 只是過個水而已吧 會有實質的審查嗎 兩個部分 國際提報的部分 坦白講 我們想要跟國際同步 如果他在其他國家 會已經被設定是恐怖組織的話 或恐怖分子的話 那不可能說跑到我們這邊 我們說他不是 那這個可能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國內自己依職權 或者說 雕小姐他們所提報的部分 我們怕影響到 我們國內的權力 所以 要設這個審議會 好好的來審查一下 所以這也是一個 篩選的這樣的一個過濾的機制 我在這邊就是說 我們其實這個 知恐防治法 我們如果通過的話 其實很多的部分 我們從法律的法條內容來看 你其實也不過是 洗錢防治法的擴大 真正的 我說能夠規範到的 其實重點是 像國際一個宣示 但是 就我手頭上的資料 國際的宣示 他並沒有要求 我們一定要以專法 只要有相關法令也行 好 那個黃主 黃主任 我個人 我也 我也當過 之前反恐辦公室的副主任 所以我剛剛問你的東西 你一樣都不懂 我就不知道 奇怪咧 我以前當副主任的時候 我覺得 像這些基本的資料 應該 至少背不起來 你要來立法院 你應該也是 手頭上要有啊 這樣看得出來 這個 根本就沒有認真在運作嘛 所以 你也當初在定這個法的時候 我相信 你可能也沒有提供給法務部 剛剛我說的這些資料 齁 我比較擔心的是 我們如果這個專法通過了 會不會讓這些恐怖 齁 組織或什麼的 把台灣列為 齁 他下次有可能攻擊或什麼的對象 其實這個從國安的角度 從這個 我們應該要從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 要去思考一下 而不是說 為了怕貓運制裁 怕什麼 我覺得政府齁 各相關的應該要這樣子嘛 對不對 你們看法咧 是 是沒錯 那當初在 法務部提出這個 要 要 立法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 國土辦 安全辦公室 也都有提供我們的一些 意見 你有提供我剛剛想的這些有嗎 有提供給他們嗎 我們 我們是依據整個那個 立法的背景 不是啊 你提供的意見 你拿來給我看 好的 你有提供我所說的這些嗎 你這樣子 會造成有時候一個政策的錯誤 會讓台灣陷入很嚴重的問題 那個趙希友 再給我30秒 那個 內政部 那個 刑事警察局副局長 李孫長 李副局長 請背心 今年1月 那個 警政署要求 行政院解除 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的定位 有沒有 聽不清楚 今年1月 警政署向行政院 承報要求解除 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的定位 回歸給警用層級 這你是不是知道 這不太久應該沒有啦 有啊 新聞都有報啊 隨便Google都有啊 教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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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我知道 剛才問我們同學 是那個國家那個 管管協助中心 是在8月應該會完成 我在這邊 我不佔用其他委員的時間 我只有一個觀點 如果既然像資孔法什麼這些都把他認為那麼重要的事情 我認為 這個單位 不能給警政署單獨使用 應該要維持國家級反恐訓練中心 這樣子才對的嘛 花了那麼多錢 結果你們又變成警政署 應該是全 應該維持國家級 讓國家級反恐的訓練 讓各單位真正的來在這裡訓練 而不是變成又變成警用層級 我覺得這一點 部長跟那個主任 你們一定要堅持住啦 一定要堅持住啦 好不好 我只有這一點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許淑華委員 謝謝主席 麻煩主席邀請法務部邱部長 以及國土安全辦公室以及外交部 好 請法務部 國土安全辦公室及外交部備詢 三位好 三位好 我首先先請教外交部 我們現在不是FATF的會員喔 但是從2006年開始 我們用亞太洗錢防治組織的會員身份 參與了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麼對於現在我國有關於 防恐以及打擊國罪犯 洗錢犯罪的這個幫助 洗錢犯罪的這個幫助 我想一定是有的 那麼可不可以請外交部先列舉 我們參與FATF會議之後呢 我們國家不管在法治 或者是在政策上 有沒有得到什麼樣具體的進步 跟那個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參與相關的國際組織 但是當然就亞太洗錢防疫中心來說 我們就像剛才部長有提到的 我們是會員 那基於會員的身份的話 我想我們對於相關這個會議的活動的 最主要會議的活動的參與 然後資訊相互的提供這些 我想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就這個部分主要的業務 還是在法務部 所以我想就這個部分法務部 這個業務面應該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法務部這邊有沒有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們請檢察師 是 是 跟委員來報告 就是本部最對於洗錢防治的部分 我們在參加亞太防治洗錢組織的這個會晤之後 那對於各國的洗錢防治的資訊的交流 那還有對於我們國內洗錢法治的一個完備 那還有在跟其他國家洗錢防治的情資的交換上面 其實都有得到很大的幫助 謝謝 好 謝謝 我先請教一下 我們這次提案的這個內容當中 草案的第三條 第一項有行政院應該督導我國的這個資恐防治政策以及執行 那麼草案的第二條呢 又是本法制主管機關為法務部 這剛剛林德福委員有特別提到 因為現在世界各國呢 都把這個反恐把他的這個定位 做於整個國家的最高的一個層級 是的 那有沒有考慮我們要不要提高我們的地位跟職長 由行政院來做為整個政策研議跟法案審查 還有計畫合一的整個業務的督導機關呢 那麼因為目前如果是由我們法務部來做的話 未來在整個國際的組織的考評上 會不會符合我們整個評鑑的標準 是的 我想委員剛剛的意見確實是很好 那目前來講 相關的這些事項 包括政策的研議法案審查 也本來也是在行政院來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只不過他是用出戶規程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萬一他將來有一些內容的變動 那我們這個法可能要跟著連動 所以我們法務部才想說把它比較精簡的寫為這個防治政策 用這個政策來涵蓋 因為政策底下一定有包括研議 包括一些這個草案或者說計畫什麼等等 所以當然委員認為說如果要把它寫得更明確 這也很好讓雙方的這個 只不過說將來萬一行政院這個部分 他們有行政民理有變動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法可能要不要跟著變動 沒有關係這主要就是提醒說 如果部長法務部這邊 跟各個單位都已經有思考到這個問題 那當然接下來怎麼去做 這個留給各位去思考 謝謝 提醒一下 那另外呢在我們的這個草案的第三條第二項 有名列幾項的這個機關首長要簽任 那裡面呢因為我這下想說 財政部因為跟我們的這個資金的 既然是我們是這個 這個是反恐業務嘛 那資金一定有很大的關聯性 那有沒有考慮要將財政部也納入我們的會員呢 是的 當初在行政院在討論這個的時候 本法主要是要想要管金流啦 那財政部大概他們的比較屬於物流的部分 因為這個通關什麼等等 那所以當然我想這個 這個如果委員有這樣的考量 我們倒是也認為經過行政院來指定 或者是說有沒有必要去申訂第八嘛 如果有其他那個我們經我們行政院指定的機關 應該就可以來 對委員這個意見很好 這談心會比較大 那我再請教就是這個外交部 之前我們都知道這個IS啊 因為他在整個國際上的這種惡行惡狀 大家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之前因為在影片當中 他也把我們台灣呢 這個我們的國企也放上去了 也就是說明說他是我們列為他可能會攻擊的一個對象之一 那外交部這邊的表示是說我們對其極為重視跟持續密切來關注 那現在我不曉得有沒有哪些具體的這個關注的事情呢 還是你們有沒有哪些具體的作為 是跟委員報告就是我們從去年11月那個法國的巴黎恐共 到今年的3月的那個比利時布爾賽恐共之後 其實我們部裡面包括我們外館對於各種情資的收集 跟相關國家之間一些這種反恐情報的交換 我想做非常密切尤其跟美國還有歐洲相關國家 所以我想這個業務外交部有持續在做 持續在做是什麼嘛 我今天問的是這個嘛 就是一些情那個反恐情資的交換 收集有沒有什麼具體的一些資訊 假設他會對我們台灣可能會提出哪些的 可能會攻擊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資訊的收集啊 或者是 我們這邊目前是沒有說像那個委員說 剛所說的會有一個這個攻擊是沒有 攻擊是沒有 好我想這就是因為人家已經這個IS他的這個團體 我們大家都知道他既然已經把台灣 列為他可能會攻擊的對象 我希望說我們的資訊是能夠自己主動的 不是說去參考其他的國家 或者是說我們就等到有事情發生 我們才來收集這樣的一個資訊 這我想希望那個外交部這邊也能夠 自己就是多做一些的這個留意好不好 好那我要再請教這個法務部 那另外呢我們這個草案的內容 我們是參考國際標準與聯合國的這個規範 那法務部我們也有權提報個人 跟包括法人還有團體為制裁的名單 那現在這個會不會跟我們現有的這個個資法 會不會有所抵觸呢 所以呢我們原則上呢就是由審議會來做這樣的一個審慎的審查 那第二個就是說各自法裡面也有提到就是說 如果法律有特別規定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規範 好謝謝喔那我先請兩位先請回 我先請那個邱部長先留下來一下 好謝謝 部長我想喔 因為法務部跟這個調查局在民國86年1月21號 在法務部調查局下面呢就設立一個洗錢防治中心 那我記得97年的9月19號 行政院也送交立法院的這個重大法案之一呢 其中就有貪污治罪條例跟洗錢防治法的部分修正草案 當然是因為當時的那個第一家庭 陳水扁身陷這個洗錢的一個疑雲 那所以我想要請教一下 在這個法案的內容呢 其實原本我們就是主要就是徵定公務人員財產的來源不明 還有徵定了資助恐怖行動罪 就是說包含就原本這裡面就有包括了資助恐怖行動罪 那現在我們在制定這個草案會不會有所衝突 基本上是對我想這個相關的法律 都已經來做這樣的一個配合修正了 那這次定這個專法呢當然它主要的這個面向 比這個原來的還更廣泛了 那也符合其他國家呢 他們的這樣的比較一致的這樣的一個做法 好沒關係喔 我就說就是已經有的應該怎麼樣來配合定定 部長這邊就來思考 那我要再請教這個部長 您跟我剛剛提到的陳水扁前總統應該算是舊室吧 呃...我不能說不認識他啦 好 那他昨天呢參加了凱達格蘭基金的感恩參會 這個大家都非常的慣 前天 前天 前天參加了這個凱達格蘭大道的這個感恩的參會 基金會的參會 那麼呢這個台中監獄的副點獄長 他說基於改善病情的需要 那麼陳水扁可以在不同的樓層 就房間包廂跟老友聚餐啦 但不可以不可能 不可以同時在這個同一樓層私下的跟這個會見他的朋友 就基本上就是不上台不公開說話不接受採訪的這三大原則 那今天我看到這個中間這邊表示 目前他們看起來是沒有違反這三大原則 但是我實際上要請教部長 您如果跟陳水扁前總統也是認識 您算不算老友 如果您當...您會見他 那這樣繳政署的立場呢算不算逾越這條紅線 我現在在講說這件事情喔 台中監獄一再的一個讓步 這個讓步包括我們私底下我們用公文的方式 或者是親自的去跟陳家的人商量 應該怎麼樣在當天出席這個參會的時候 應該要遵守什麼樣的一個奮進 事實上保外就醫都沒有人曾經有這麼大的一個規模 在參加參會的同時呢 我們是不是法務部又有派人 從頭到尾都有派... 我們不管是監看也好 或者是說注意安全也好 我們從頭到尾就有派人在那邊 看陳水扁前總統 他的整個的一個行動嘛 所以在這樣的種種的事情當中 如果說我們說這個法務部這邊 您的看法是不是覺得說陳水扁總統 在當天的出席的參會 一切都符合這三部原則嗎 因為我並沒有在現場 那中間因為他們這個受理這樣的一個申請 也做了相當的規範 那這個規範到底他有沒有遵守 就會涉及到違反的話 他會有罪重的這樣的一個處置 所以中間他當然必須要有人 在做現場這樣的一個了解 以便他後來寫了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部長我簡單請教 他說要對他的身體的這個恢復的狀況都有幫助 這是很好的事情應該多鼓勵他去參加這種 可以幫助他恢復他身心健康 那像這種有療癒性的 有治癒性的政治活動算不算 我想是這樣子啦 去年這個我們去年的這個法務部跟中間 那同意這個陳總統他把外就醫 那當然就是認為說陳總統他可能他遇到的問題 不是只有單純一個生理上的問題 還有包括心理上的問題啦 我能夠理解我們給予他很多很特別的一個優惠 我們也是尊重他是因為前總統的關係 所以有專人派員這樣跟著他 包括還有人親自跟他講可以怎麼樣 不可以怎麼樣 這都是對他特別的一個禮遇啦 但是法務部我們應該堅持保外就醫的立場 應該是很一致的 假設未來所有保外就醫的人 如果提出跟陳水扁前總統一樣這樣的一個通力的話 我們法務部的立場我們怎麼站得住 第一個是這樣齁 這個監獄刑刑法跟這個保外就醫受刑人的管理規則 已經有明文規定了 他非經許可不得參加跟醫療顯然無關的這個活動 這是毫無問題這個法律上一定定然的 是啊 第二個陳總統他要保外就醫的時候 他也寫了一個竊節書 他不得參加這個政治跟選舉的活動 所以我想這是兩個部分 一個是要跟他的醫療有關 一個是不能參加 另闢一個包廂 讓所有人進來 其實這也不是就另開巧門嗎 因為主要的原因是在於說 他所申請的活動的形式呢 要不要跟醫療有關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才是說 會不會是造成公開的政治活動 那這是我們兩個主要的這個審卓點 我只是在想說 法務部我們一直在講 新政府一直在講司法的改革 司法的改革 如果我們可以因人設施 因人有不同的解釋的話 那將來我們的司法改革 沒有辦法推動 這個在這裡再次的提醒部長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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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周春瑩委員發言 主席我們請邱部長 請邱部長貝巡 周圓人好 部長好 那我想大家應該有共識啦 反恐是這個國際義務嘛 那小英總統在他的就職演說中 也有提到說 新政府會來支持 也參與國際上有關反恐合作 還有共同打擊跨國犯罪 那早上整個巡達 我想我們國會也是支持 這樣的一個立法方向 謝謝 那大概就這個條 這個整個草案 一些相關的問題 來請教一下邱部長 因為這個草案 它大概有幾個架構嘛 第一條就是講它的立法意識 是 那它有提到說是為了防止 並遏止對恐怖活動 組織分子的資助行為 那我們大概有相關的法律 也都有規範到恐怖活動 但恐怖組織 但是好像沒有特別的條文 或者特別的規定去說明 或者是規定什麼叫恐怖分子 什麼叫恐怖組織 或者是叫恐怖活動 基本上是這樣 就對於這個所謂的恐怖主義 所帶動的那個 那在國際這個有一個國際工業 它基本上他們大概有一些 基本的這樣的一個定義跟規範 那我們對於所謂的這個恐怖的這個 這個組織跟活動 確實是 那就是過去 過去就是沒有做這樣的一個規範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第四條 它就把它做了這樣的一個 那第四條它是 那行為的部分是在第八條 第四條是說 如果是第一款或第二款的市由 符合第一款或第二款 我們是可以指定為制裁名單 那它是一個制裁名單的一個定義 或者是一個範圍 那還是我們是可以解釋成說 你第一款涉嫌犯第八條 第一項各款所列之罪 而有恐嚇公眾或脅迫政府 外國政府機構或國際組織的行為或計畫 我們就可以認定說 它就是恐怖分子恐怖活動 是這樣的 對 基本上是這樣 要件上是 就犯第八條的罪 而且 不但犯第八條的罪 那第八條第一項的各款的罪 而且它還有一個要件是要恐嚇公眾 或脅迫政府 外國政府 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或者是計畫 那如果構成這樣的一個要件的時候 接著再 由主管機關或調查局提報 經過審議會的審查之後 才認定它是所謂的恐怖分子 所以它的兩個要件 一個就是犯第八條第一項 然後 應該是三個 算第八條第一項的罪 而且又有恐嚇的 因為有人單純去放火也好 這個破壞交通工具也好 什麼等等 他不一定是要恐嚇公眾 那他的作為 那個只是單純的行事犯而已 那他必須 他這個作為是要 要用來恐嚇公眾 脅迫政府或外國組織 外國政府跟機構跟國際組織 他還有第二個要件 那第三個 接著下一段的程序就是 由我們來審查 審議會來審查 他是不是有沒有達到 這樣的一個要件之後 公布他 公告他 他這個時候公告之後 才算是正式的恐怖分子 對 那就是說 第四條的第一項第一款 跟我們第八條 有形式的處罰 他構成要件上還有差別嗎 一個是 主要是差在收集或提供財務 或財產上的利益 對 我不曉得我這樣的解讀有沒有錯 就是說 第八條 形式上的處罰 是收集或提供財務 財產上利益 然後直接提供 那第二個階段就是他要 犯了刑法這些各款之罪 第三個 構成要件是要恐嚇公眾 或脅迫政府 對 那這有刑事處罰 對不對 那如果是在第四條 他只要是涉嫌犯第八條 第一項各款之罪 然後有恐嚇公眾 脅迫政府 就會被列為制裁名單嗎 是這樣的理解嗎 對 第八條是在處罰資助的人 資助的人 對對那第四條是在定義 他資助的對象的恐怖分子 要具備什麼的要件 好 那這釐清之後 那我再請教部長就是說 如果我們經過第四條的指定 為制裁名單的話 那他法律上有救濟的 或者申訴的管道嗎 程序嗎 我們本來就有 所有的這個行政程序的救濟法 都是可以來適用的 所以就尋行政訴訟 就是申訴 然後或者訴願 然後打行政訴訟 對 好 那再請教部長 就是說 第八條 因為這個如果處罰的話 應該也是 大概會追溯到國人的情況比較多 所以我們關心一下 他現在第八條 他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你就是要資助 收集或提供財務或財產上利益 直接或間接 請問這個 直接大概可以想像 那間接的太陽是怎麼樣 是什麼的情形 直接當然就理解上比較容易的 間接可能要透過第三人 或是什麼等等 透過第三人 對對對 或其他的這個管道再轉 不是 就是簡單來講 他bypass這樣的一個方式去 那恐嚇公眾呢 恐嚇公眾 基本上就有點類似我們刑法的這個 恐嚇罪 恐嚇罪 就是不限定是政府機關 就是不特定的大眾 對 不特定大眾 那現在我們 大概我們可以想像 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之前有人衝總統府 衝進總統府 他去表達他的意見 那如果今天是有人 資助他衝進總統府 然後他要求政府 做一個特定的事情 做一個特定 我們認為是有脅迫政府 那資助的這個人 我們之前衝進總統 不管後來是用殺人未遂 或者是其他的那個 那個罪責來處罰 都應該相較於這個 第八條要來的輕 等於是資助的是比較重 然後實際的行為 這個恐嚇行為 實際的恐怖行為的這個比較輕 那這個罪責輕重有平衡嗎 基本上我們當然是這樣 確實是應該去抓 那我們當時 他們在立法的考量上 你們是有 他應該就是 第一個他有衡量 第二個就是說 到底我們要定位在 什麼樣的城市 他們有去參考 這個其他國家所用的 那陳如我剛剛有 前面有說報告過的 那亞洲其他國家 他們也有訂定類似 這樣的一個法律 比如說像剛剛提到日本 他們在去年 10月5號生效的那個法 或者是韓國 香港 新加坡等等 他們都有訂定 類似的這樣的裝法 所以我們這個草案 是有參考外國的立法 對 包括加拿大等我 好 那是不是再麻煩那個 好 我們再把相關的 外國立法 因為我們也是要趕進度 來把這個法完成 好 那接下來 我們大部分的委員 都跑到內政去了 那個 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說 我想大家社會有這個共識 大家都對司法改革的議題 都很關注 那司法改革的 到底為什麼社會對司法 不管對假官 對法官 這麼的滿意度不高 這麼差 我想它的原因大概 大家都可以有各同不同 見仁見智的說法 那因為我們現在可期待 可預期的就是說 政府 新政府馬上就是要開這個 司法國事會議嘛 然後我想請教部長就是說 依照法務部的想法或立場 或者你個人的想法 對這個司法國事會議的一個方向 他具體的就是說 他有一個執行的一個步驟 怎麼去進行 然後怎麼去討論 然後重點要放在那裡 想請請教一下部長 謝謝周委員 我想司法國事會議 那主要是這個總統 蔡總統呢 他在這個過去這麼多年來的期間 對司法問題的關注 那更重要是在於說 他也接觸到很多民眾 跟社會各界對這個議題的反應 議題的反應 那大家都期許 由他親自來招 那當然也主要原因是因為 提出來的很多的問題的解決 涉及到跨院 譬如說司法院 行政院底下的法務部 或者是說還包括 因為這個警政署的 這個內政部的警政署的司法警察 也是在我們廣義的這個司法裡面 那還有其他的這個相關的機關 包括監察院 包括考試院 對於檢察官的這個 這個法官跟檢察官的人士 司法人員的人士等等 所以這裡面大家過去呢 這個雖然有開過 1999年的這樣的一個國事會議 那但是看起來這個 還是沒有達到人民的期待 那我們去做檢視這樣的結果 包括這幾年來發生的問題呢 就認為說 大概專業人員 法律專業人員的思維 跟民眾的思維 或者是期待有一些落差 有一些落差 那因為司法民主化是 現在是整個國際的 這樣的一個潮流跟趨勢 所以呢 總統就要求 要我們去思考 用人民的角度 來看待這個司法 那正如大家都知道 政府是為人民而存在的 所以呢 應該換這樣的一個角度來 所以呢 總統的指示呢 就是希望說 以人民的角度 來做這樣的一個 司法改革的這樣的一個重點 重點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所以是有一個明確的方向 說司法民主化這樣的一個 對 以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請人民 來看 表示說 他們所希望的方向 所需要的司法 是什麼 那當然 過去來看 如果包括我個人的這樣的一個觀察 司法界的人 雖然很認真的在做 但是就成為我剛剛所提到 他們所做的是 以自己認為的法律正義 跟人民所講的公平正義 其實是有一定的程度的這個落差 那這是第一個主要的因素 第二個因素呢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坦白承認 司法人員也有一些少數的害群之馬 那導致社會對他們的這個不信賴 不論是操守的問題 不論是政治的問題 不論是中立的問題 部長 抱歉我打岔一下 那就是說 你個人應該算我們行政院 貴部是行政院最高的法律顧問嗎 那就你認為這個司法國師會 他有一些具體要討論的內容 現在可以說明嗎 大概幾項 就成本剛剛講 因為是要以人民為主 我們原則上呢 在第一階段先收集 各地的民怨 我們會設一個專屬的網站 那所有人都可以提供 第二個我們也會在四個地方呢 北中南東 開一個這個所謂實體的 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這些都是邀請民間的人士來提供 第一階段都是民間人士 還是全部都民間人士 設一個專屬的網站 收集民間民眾的意見 第二個到各地去舉辦實體的會議 那網路直播 我們大概第一階段是做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期程大概是多久 原則上如果總 我們規劃好總統大概在這個月底 大概來做籌備的宣布 那我們會在七八月做前置的 剛剛講的這樣的一個七八九 所以這個月六月就會有一個明確的方向的宣說 原則上籌備的方向 籌備的方向 對 原則上在這個月 好 那以後再繼續請教部長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 請周承秀俠委員發言 周承秀俠委員發言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短暫的休息 主席 各位同仁 有請部長 請邱部長貝群 周承秀俠委好 部長你好 部長我看你壓力真的蠻大的 我看你消瘦了不少 近幾年來這個恐怖分子的流竄 對整個世界的各國民眾 可以說生命財產安全方面 真的造成非常大的威脅跟傷害 所以真的有必要來做個有效防治恐怖主義的散播 對恐怖分子來說 當然人跟錢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個我是支持我們 支恐防治法的這個立法 謝謝 來進行目標性金融制裁 與行為 行為這個罪行化 那我請問部長 過去台灣對防止恐怖分子的管控 與目標性金融制裁這個方面 你覺得做得怎麼樣 確實我們在這一方面 過去當然有種種這樣的一個考量 那原則上只有在洗錢防治法 那針對特定的恐怖活動做了一些規範 但是呢 剛剛周委員也注意到 國際的整個這個恐怖的這個主義呢 他們所做的行為太一樣了 越來越複雜 那牽連到了也越來越廣 包括支柱他的人 所以大概在過去這一二十年來呢 他們發覺對於支柱的這個人呢 如果沒有給有效的嚇阻呢 恐怕恐怖活動呢 還是會有這個不斷的成熟不久 而且有這種升級進化的那種現象 那所以呢 我們也在參加的 我們好不容易參加的 這個亞太這個這個洗錢防治 這樣的一個組織 我們是會員國 那這個會員國當然它也會延伸到 其他更大的其他的國際組織 包括聯合國的相關的組織 那我們在過去幾次呢 都被被評論了也說 我們好像所做的機制不夠完備了 那也也坦白講也相當的程度 給我們一些壓力 相當的程度給我們壓力 那我們參著了這個亞洲的其他國家呢 也都不斷也因此呢 做了這樣的一個專法的制定 所以我們認為說 彌補前面剛剛講的這樣的一個不足 所以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草案 那其實這個草案在今年 年初就已經提出來了 那只是因為剛好碰到政黨努力 但是我們還是認為這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拜託招委呢 能夠盡速的讓我們有機會 來跟委員爭取 好 謝謝 法務部草案裡面有提到 亞太防治洗錢組織 指在我國執行有缺失 也說防治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 要求台灣盡速立法改善 但是法務部報告裡面 並沒有指出 台灣有哪一些缺失跟需要改善的地方 您簡單說明一下就好 好 對 基本上是這樣子 整組剛剛有提到的 就是說對於這個恐怖的這個活動的型態呢 包括它的來源等等越來越多 那對於各位大概都聽到像這個IS 他們有所謂的這個戰士 國外的這些戰士 那很多人就去資助 幫他招募也好 安排到這個IS的那個機構去 他們的訓練營地去啦 什麼等等 那我們過去的這個法律 沒有對於這種資助他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有人可能辦了一個活動說 到這個土耳其 或者到這個哪裡去旅遊 但是其實他可能就是幫他們招募成員的 這個在目前來看是沒有法律可以規範的啦 所以呢 我們就要針對一些肉網的地方呢 去把他趕快把他規範補足 那請問一下部長 你覺得過去調查局洗錢防治處對於涉及防恐洗錢的這個防治 做得好不好 當然他們都很積極的在跟各國呢 做情資的交換 所以當然對我們國內比較幸運的是在於說 針對所謂直接的這樣的一個洗錢防治的資訊 當然是比較少 但是呢 因為就是有少數間接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補足這一塊 那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個法呢 還是有很大進步空間 對對對 所以這個法過了 他們就會更多的情資的這個收集 跟提供 跟國際來做這樣講 那針對我們草案第四條裡面的規定 由調查局提報以後 法務部指控防治審議會決議 是否為制裁名單 這個提報以後 該不該也要通知當事人來做個意見的陳述 基本上我們在做這樣的一個相關的這個審議的時候 一定會保 這個要保護當事人他基本的權利 而且如果他有不服 他也可以按照我們現有的行政程序法的相關這個救濟程序 去提出訴願料或是說行政訴訟 好 那第五條 第五條立法理由說明 指定為制裁名單屬於行政機關對特定人 對特定人限制權力的處分 所以可依訴願法 及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來進行行政救濟 但是草案第四條跟第五條 卻規定採用公告方式 覺得這個是不是有一點矛盾 基本上我們是先公告 那被公告的人他可能不服 他就可以去尋這樣的一個行政處分 因為被公告 所以你看第五條 第五條還有我們這個立法的說明裡面 還有草案裡面的第四跟第五條 採用公告的嘛 對對對 這個當然就 第一個當然國際規範他是用公告的方式 那第二個當然也會讓這個其他的人也知道 因為有時候其他人可能 如果沒有公告的話 其他人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屬於這一類的 這樣的一個人員 那可能會引發出一些 公告也要通知當事人 對 事實及理由 讓他可以進行行政救濟 這一點我們會做 那第六條規定 指定制裁名單人員的著流財產 支付債務許可及限制等相關措施 授權法務部訂定這個部分 這些措施跟限制程序 全部都授權在法務部來訂定 會不會有爭議啊 基本上我們一定會跟相關機關來會商 比如說像金管會 因為涉及到銀行金融機構 那可能會跟經紀部 因為有些公司或個人他們的這個營業上所使用的 我們會跟相關部會來訂定 是不是也應該在這個 知恐防治法的條文中來規範一下 這個沒有關係這個部分我們該看要不要 好我們可以在討論的時候再加這個委員的意見 討論一下 我覺得事關限制人民的這個重大的權力 依照憲法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的規定 應該要用法律來訂定之比較妥當 所以希望你們回去再研究一下 因為用法律的就是各有利弊 因為如果用行政命令的處理的話 或是信息的處理的話 要修正會比較快 用法律的話就可能 還有再來第七條 草案第七條 好 遭指定制裁的個人 公司不得在金融機構提款付款轉帳 及不得處分財產等財產凍結規定 這個部分我覺得也是有一些爭議 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有期限的一個限制 對 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我們在這個審議會 在我們的這個後面的這些規範裡面 我們可以來做這樣的一個規範跟制定 討論 是不是由法官或者檢察官來決定 不是說一經列入制裁名單就全部把它凍結 這個還是有 目前我們當然也有一些包括像稅的部分 有一些我們可以來比較來討論 有討論的空間 你看像那個孜孔應該 我覺得是應該針對與孜孔有關的財產 這個方面來做凍結 不是全面性的 還是要考量一下 另外針對我們前總統馬英九申請赴港的事情 總統府表示將依照國家機密保護法來審慎研議 各單位的規定跟原規定都不同 有待法務部離請 是 那請問部長你有沒有收到公文 有 有 這個 這個當然是因為是總統 總統府他們是因為 原來這個卸任的總統 他們所謂的 這個准以準博的是由原機關單位 那總統府在上個禮拜 他有發文希望各相關機關提供所謂的這個意見 來給他們做這樣的一個參考 那法務部方面有沒有釐清了 喔 釐清了嗎 基本上是這樣 就法務部目前我們的 主辦單位正在做這個有關於這方面的解說 有關於這方面的解說 那就國家機密保護法當然是我們法務部也算是主管的這個法令之一 那我們對於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二十六條這樣的一個規定 它裡面就有規定這個卸任的 就過去核定機密國家機密的這個相關人員 不論在任或離任 它原則上三年 三年內要出境要報原機關來這個審核准 那當然現在比較 大概先前大家比較爭議的是在於說 到底要幾天前申請 但其實這個所謂幾天前申請 並不是它的幾天不是它的重點 而是在於說 它要申請的內容 才是它的重點 十五天二十天都不是重點 對 只不過就是說當時一位各機關 它的機密的等級層次 譬如說國防部可能應該是最高 外交部也是最高 甚至有時候陸委會 那經濟部也 他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也重要 那每一個部會 它它的國家機密的這種 這個層次的高低 核定人員等等 這個都不一樣 所以呢 二十天是我們當時呢 統括一個大概基本這樣的一個 希望各單位這樣 以避免當事人有一些 無所事從 到底要三十天 還是要十天還是幾天 所以我們當時就做這樣一個規範 幾天不是重點 你剛剛說的 是實質的東西 對啦 有沒有涉及國家機密保護才是重點 對對對 委員講到這個是重點 還有洗錢防治法第三條新增規定的 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 犯罪所得在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上 也可以適用了 所以 部長請問你未來這一些重重大的詐騙案 尤其是電信詐騙這個部分 調查局是不是應該更積極來介入正辦 確實委員也注意到這個重點 這個五百萬坦白講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的就是說 這五百萬其實是讓我們現在 這個所謂的詐欺呢 比較難以用洗錢來辦的主要原因 因為為什麼 車手他去領錢 坦白講 領不到幾十萬 那他設定是五百萬 所以我們就很難用洗錢法去辦他 洗錢法去辦他 那我們這一次也有在做檢討 要把這五百萬拿掉 那這樣的話就會有助於 剛剛委員關切了這個電信詐欺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要手腦啦 對對對 但是因為車手通常都不知道上面一層 在上面一層 所以我們現在也跟警政署希望他們在偵辦的方面 那把資料大家匯集起來 這樣的話未來可能就可以再往上發展 好 謝謝 謝謝部長用心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休息八分鐘 八分鐘之後繼續尋答 謝謝 我先打擺到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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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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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答案 提醒大家 包括校园的文化 所以我们不能放弃 我们不能按照 所以我们要非常地关心 尤其是我们不知道 是我们的就是 像我们的名称 包括人之战 人居住的道 教肝大 放弃 我们的家庭 自然会在上 抬起了军事 这个 就是进到 这个 就是进到 教育 所以本性 我们在讲的 我希望 我们的会报 我希望我们的会报 不要按照 那我们这位 所有的 学期上的一些 我的 就是 我们的 导演 尤其是 像我们的 前指导教 现在卫生 不敢讲的 这个前指导 让 可以 所以我们的 可以 那如果说今天 在 十 我们的 男主圈面 就是 我们的 一个很大的 交叉的本身 这样才能够 我们的话 我们的事情 就这样 就这样 带着这个方式 来开明 吸引我们的吸引人群 然后就这样 那如果相对 掉下来 开明导的 开明导的机会 第二个机会 开明国际的法庭判决 我们是 让我们赶快的 来出张 200孩子来进去 要不要 赶快的出张 赶快的出张 200孩子来进去 我们要两件事情 在这个情况 我们就爱忘 退缩 通知了 你叫他们来讲 现在马上 看阳房地 就来看去 赶紧 现在在这个胸子 我们会立即紧张 赶紧到200里 是所有中央地区的健全 我感到很大的 他在这家 我感到很重要 我感到很重要 可能 我感到很重要 一定的 我感到很重要 我感到很重要 所以我感到很重要 不是 这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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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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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